哈喽各位奇迷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019年全国象棋个人赛男子组第二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这盘对局是由王天忆对阵秋冬 那第一局慢棋惊险成何乐 第二局加赛快棋 结果会是如何呢 我们往下看 那秋冬先手兵器进一 一方泡二兵三 红方象棋进五 马二进一 马八进七 局一平二出局 那此时红方一般多走G9平八 但春夏秋冬 胡落俗套 选择马七进六 直接盘和马 形成单钢炮 然后再抢双头蛇 秋冬似乎对这种阵型是情有独钟 因为第一盘他也是后手采用这种战术 跟王天忆抗衡 我们来看 一方接走马八进七 那红方兵三进一 一方G二进四 巡河G严正一代 那红方接走四六进五 准备随时出贴身G 掩护盘和马 预防黑方 炮八进三 打马 或者G二平四之类的攻击手段 那我们看 黑方接走四六进五 狗狗阵行 那红方 炮二平四 对不起准备马二进三 跳正了 那王天忆 经过思考 选择一步G二平四 捉马 那秋冬该如何应对呢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比如说马六退四的话 那在马四进二 这种思路也可以 只是可能显得有点迂回 所以实战 我们也会看得到 秋冬的选择是G九平六 那这步骑有飞刀的味道 一方王天忆 想也不想 炮三平四 牵制住红方的G马 当然也是理所当然 那一般来说 是相当的严厉 因为红方是难以摆脱这个牵制 但秋冬究竟有什么想法呢 嗯 好 也有选择性 不妨也想想看 马二进三 是值得考虑的一步骑 那么准备马三进四 咬黑G 是连贯的手段 那一方 炮打马 红方在马三进四 咬G 那一方可以选择退G 红方在G平二出G 那一方如果G九平八 那红方在G二进 齐和G 威胁G二平六 对玩G 捉死黑炮 那这起黑方 当然可以足气精一 气足 但红方就要平三 在进炮 打红马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这起会比较复杂 双方各有顾忌 那实战 红方 经过一个思考 选择了一步 跑八 平气 这不起 春夏秋冬 确实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可以来看 七分钟对九分钟 那平炮 是比较含蓄的一个走法 引诱黑方 什么呢 炮打马 那红方当然会中期兵过河 也要回G 可以得回狮子 如果黑方 硬硬退G 把炮 那红方可以兵器平六 不打向闷弓 仍然要吃黑炮 所以实战 这起 王第一 当然也没上当 选择了一步 向七进五 先巩固阵型 那红方的机会 也就来了 马尔静三 还是用回 之前类似的手段 那黑方 也只能 黑方这期也只能接受挑战 炮打马 那红方 我们也会即将看得到 G平二 出G做炮 那黑方 G九平八 红方会在G二进六 当然以上都是 相当合理的变化 过和G 准备压黑马 当然现在的区别就是 红方夺走了一步 炮炮平七 让黑方上向 虽然巩固了阵型 但是 黑方的右G 也无法掩护黑马 好 那现在这期 黑方还是接走了一步 G四退二 我们也会即将看得到 退G 让G生根 也是避开 红方马三进四的先手 那么局面至此 我们来看 红方虽然是少了一个马 但五个大子 位置非常灵魄 反观 黑方 当然是多子不差 但是 这G炮 而且 这七路马 容易受攻 那现在 红方也接走得相当紧凑 G二平三 直接吃足鸭马 也是一步正招 值得一提 如果先马上进四 那这期 黑方有什么防守手段呢 好 炮四退二 打着红居 黑方明显主动 所以实战 红方 吃足鸭马 那考验黑方的应手 黑方如果退马 那红方可以吃中足 或者 G三平二 所以实战 我们T的选择是 G八平气 保留变化 尤其 炮四退二 打红居 这个手段 是要注意 那红方 接走G三平二 做黑炮 也考验一下 黑方的应手 那黑方 G 7平八 保住 那我们来看这期 红方 当然不能长打 必须变招 那我个人觉得 这期红方 可以考虑先冰三 净义 准备冲冰 那黑方 如果像吃冰 红方 再G二平三 压住黑马 就可以吃到黑象 黑方 如果硬硬要逃向 那这期 红方 就可以冰七 净义 再平冰 这期 红方主动 实战 我们也看得到 秋冬的选择是 G二平三 那么再冰三 净义 那这期的区别呢 是什么呢 黑方 就实际上有一部 炮四 退二 打红锯的棋 那么 B红方 一定要炮四 进四 那么黑方 在对炮 对局 大量对子 这样其实 当然对黑方 多子 是比较便宜 不过实战 王天一 其实也是经过思考 最终是选择了一部 炮八 进四 保留对峙的复杂局面 也可以 那我们也会看得到 黄方 这部棋 走得相当的激紧 冰三平四 准备再冲冰 或者马上进四 同时呢 当然也避开黑方 退炮 打局的手段 那这期王天一 该如何应对呢 不妨暂停视频 猜一猜 好 如果你想的是 马七退九 那恭喜你 跟王天一的想法是一样 通过对峙 可以削弱 红方的一个先手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时间上 红方是四分钟 对黑方 王天一七分钟 确实 时间还是 比较紧张 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 好 我们回到这期 红方有什么选择呢 可以考虑马三金额 当然 将来可以对掉双峙 形成同方 少一子 但是多兵的一个马炮残起 也可笑 我觉得 但实战 春夏秋冬 也有他的想法 直接对局 那黑方当然 马赤鞠 那红方在 马三进四 咬黑炮 这么一个思路 那一方 王天一选择 直接炮打兵 我们来看 红方 这期少一子 唯一的补偿 就是有一个兵过河 而且直立位置 也不错 那眼看 黑方即将要炮六进三 压红鞠 那么 再准备平炮对局 形成一个 简明多子的局面 于是 春夏秋冬 选择最自然的一部 局六进三 那我个人觉得 由此就错过了 这盘棋 最后一个机会 取得一个抗衡之势 所以我们来看这期 红方实际上可以考虑改走一部 局六平八 那么这部棋当然也难为春夏秋冬了 因为局主动 帮忙黑方摆脱这个牵制 确实不明显 但其实 服有一部炮七平六 打黑局抢先的一部 抢先的一部重要的手段 我们来看 黑方比如说 冲一个边阻 那红方可以先升局做炮 那么不管是退炮还是冲阻 红方在炮七平六 打黑局 有一定的厉害 黑方 只能平局 那红方在马斯进六 再摇一局 那么等黑局退步 再兵五级 困住黑炮 量局 那这期红方 有明显的补偿 不过实战 也可以提一下吧 那这期如果 黑方不停边阻 当然 也可以选择进炮 不让红方平炮打局 不过这期 红方可以简单的 聚发进一 跟住黑炮 还是服炮七平六 总的来说 红方是可笑 那实战我们看得到 红方是选择 G六进三 做黑炮 那一方 炮一退二 那这期 红方可能还是 冲一个兵 比较顽强 只是红方 估计的是黑方 可以把马跳上来 那么这个马 在投入战斗 确实有点顾忌 那尽管如此 还是这部G六平八 非常关键 红方还可以纠缠一下 那实战 红方的选择是 炮四平一 打足 那一方 冲足 保住 红方再炮一平二 这部期准备沉底炮 那我们黑方 顺势马齐进半 那红方在马四退二 打黑马 黑方顺势退马 红方在兵四进一 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也会即将看得到 尽可能 控制黑方 子力的活动范围 不过黑方 也走得相当灵活 足五进一 先掩护巡河 不让红马扑上去 那红方 炮七退一 这部期比较含蓄 准备上市 攻击黑方的炮 那红梯选择简单的一部 平炮 黄方 再按照原定计划上市 准备 炮七平六 想法不错 不过 红梯当然遭遇深谋原理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黑方 红梯怎么应对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间 目前是一分钟 对 红梯四分钟 确实差距还是比较大 对红方少一次 确实有不少的压力 好 我们回到这个局面 黑方的选择是 居士进一 如果你想的是这部期 那攻击体 有外星人的实力 这期 红方如果按照原定计划 平炮 吃死黑炮 那黑方可以简单 选择吃兵 太妙了 红梯如果吃炮 那黑方 居六进三 说死红马 因为红方如果居宝马 那么一方再进炮 仍然是得一子 往天一 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实战 春夏秋冬也无奈了 选择上市 先巩固阵型 那黑方 也炮而进一 先宝炮 这部期威胁 居 要吃红兵 那红方 实战接走的一步 炮而平四 打黑 那红方 顺势 居吃兵 红方 这期在兵器 经营 走得挺顽强 行程做黑炮 不过 黑方 从容的 退步炮 守住 那红方在 居六进一 再做黑炮 黑方顺势 退炮 也护黑马 也是恰到好处 那我们也看得到 现在 红方的时间 已经少过了 一分钟 确实 有这个压力 好 回到这个局面 红方 有什么 顽强的手段呢 实战 他选择 马尔进四 打黑局 那么尽管 春夏秋冬 也是走得很顽强 但这部期 终究少一子 我们来看 红方 平兵 希望小兵 可以过河 对黑方 进行一些骚扰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个过河边 但王天一 这期也走得太狠了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 G8 进二 恭喜你 这部期 相当的严厉 牵制住红方的G马 那么下一步威胁 马六进七 是桌子红马 那么红方 选择一步 边向 准备连向 挡住黑局 但太慢了 对方接走 马六进七 直接坐马 那同方 按照原定计划 向一进三 对方选择 简单的交换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 接走的是 好 平炮 打死这个红兵 太狠了 眼看 红兵 无法保住 红方 这个脸上露出 暗淡的笑容 还是 走了一步 G4进一 捉中足 希望 他有纠缠的机会 不过黑方 当然炮打兵 那红方 G4中足 黑方在前炮 平三 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即将看得到 那红方 炮4进二 打黑G 准备平中炮 纠缠一下 黑方顺势 身体追将 红方退市 黑方在炮2进二 打红G 抢一步先手 那么红方进一步G 黑方再退一步 打G 爽一下 那么最终 还是选择G8退 退回去防守 那红方 选择一步 G5平一 黑方在G8平六 先站立到 那红方炮4平5 黑方再出将 我们也会即将 看到这么一个变化 那红方接走上市 黑方炮2进二 准备 炮3进二 瞄住红方的中兵 往天一走得太厉害了 当然以上和以下之期 黑方基本上是多子胜事 这是时间的问题 那实战 红方还是纠缠了一下 全体G江上将 再炮5平6 对不起 准备冲中兵 那么有机会的话 进炮 准备G炮 吓唬闹 不过黑方 往天一选择先上市 那红方 选择炮打市 故注意志 先吃一块饼干再说 那往天一 这次绝对 也不再给机会了 炮3进二 对不起 瞄住中兵 那五方 兵5进一 另方再G6平法 准备成体G江 那五方退G 另方再炮3平 这么一个变化 那五方再退G江 再帅5平6 不过一方 此时就G8平3 捉红炮 那五方也G1平法 对桌 一方G3进二 这步骑准备强行 平炮较将 那五方也无奈 平边炮 打黑马 那一方 仍然是平炮较将 五方选择 以炮不要了 那这起黑方 当然也不客气 炮打炮 五方再炮打马 仍然还是少一次 那这起黑方 多一个炮 该怎么入局呢 实战 往天一的选择 是G3平6 那么这步骑准备炮二 平五 铁门霜 非常的严厉 红方 实战选择部 G8平6 捉炮 不料 王天一 怎么走呢 也不妨暂停视频 想一想 好 如果你想的是 炮二 平五 恭喜你 对不起 太厉害了 勇气 黑炮 那么红方 吃炮一将 爽一下 再将 立方转上将 红方才意识到 眼看没将的 而且也难以 抵倒 铁门霜的 杀棋 因为红方 如果出帅的话 那一方 平炮一将 抽掉红区 所以红方 这起 是主动认负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为止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